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采取坚决反制措施 已宣布将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美方持续武装台湾 为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 顽固推行台独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撑摇打气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 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 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 对其的纵容支持 必须指出民进党当局 妄固固扯以武谋独 美国执意 以武铸毒 必将引火烧身 四十恶 只会以失败告终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停止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